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晚上又来收看这个桑普频道 都是那句 comment and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定额付费 每月捐助 希望大家能够用super fancy function 赞助过根本人 看完广告 看完片 今集讲于品海 破产了 中共奴才始终会破产 中国共产党 最终会成为中国破产党 中华韭菜共和国 就是有中国破产党的存在 于品海只是冰身一国 会一只 二只 三只 四只 逐只 逐只 变丁鞋的那些仔 跌下来 于品海 我不是就他死 他破产 欠债超过4亿 高等法院 颁定即时破产 那破产是否等于 有金蟬脱殼机会呢 等我来说一下 香港01的创办人欠债时序重组 2017发行债券 2011年向建银国际海外 付3.84亿港币 22年6月 建银国际入品 指债券违约 年本带来追4.16亿港币 23年5月 建银接管南海控股 50.85%股权 23年10月 建银入品 申请于品海破产 23年10月 南海控股取消上市地位 即下市delisting 24年3月 即今个月 高等法院 斑定于品海 即时破产 你要看法律上的问题 香港01会否受影响 我会详细分析 我将大朗跟大家说 香港01有限公司 上面股东 100%持有股东 香港01互联网有限公司 在上面的母公司 大地传媒 香港有限公司 100%持有 在上面那间 百分之百持有的 南海控股有限公司 而南海控股有限公司 而俗称南海系 于品海下面的集团 于品海是南海控股的主席 而并不是南海控股的股东 因此于品海 不是直接或间接持股 在香港01互联网有限公司 或香港01互联网有限公司 所以于品海的破产 不会触及到 一个连锁反应 它持有的公司或物业都会受影响 但它没有持有 它名下的物业或者股份 在香港01那里 真正持有香港01股份 即是 shareholder 就叫做 实质的shareholder 就是南海控股有限公司 希望大家明白 所以它基本上 是不会影响到 香港01有限公司的运作 OK 至于说 赚不赚到钱 会不会因为于品海出事 而拜拜 是另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会说 先说 今早 我们看看昨天早上 于品海被法庭 今天是班令破产 326 香港01创办人 也就是南海控股的主席 建銀国际有限公司 去年10月 日品高等法院 对于品海 作破产 呈请 案件 今早在高等法院开審 高等法院站委法官 唐氏佩班令于品海即时破产 并需支付仲废 并以理常性的基准计算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先是有一些所谓的争议在里面 大概是说 当时代表于品海的律师说 早前已附有 会计师估值报告的南海控股股份 作为保证 以抵消两筆债项 又说没有时间 足够的时间 被于品海作回应 因此申请押后聆讯 建议就是原告的代表律师说 去年7月已经发出了常债书 叫他还钱 但于品海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复 因为灾压后只是拖延时间 习委法官唐氏佩表示 于品海到最后一刻 才申请押后 又未能提供良好的理据 最终驳回于品海押后聆讯的申请 并搬零破产 而于品海旗下最具影响公司 是现时最大的网络 新闻媒体香港01 据了解 这个公司目前有500名的员工 很多钱 即是你说在香港做媒体 根本上是借让行业 很多做网媒的 很惨 没什么人 没什么钱 你说不做自媒体 不做一些帮民主自由说话的 有拿督出手 有明报 另外有人给信报 SCMP 你知道有什么 马云那些 接着看回其他的星岛何柱国 大公文会香港商报 你不需要跟我说 是吧 头条和星保同一个集团 那些其他东西全部都明白 好了 在香港这样的环境之下 香港01是个什么报纸 是个什么媒体 红色的就是大公文会香港商报 好没有疑问 香港01我会觉得 是跟星岛日报同一个grade 就是找一些 其实党的白手套 比如说党的白手套 在何柱国做星岛 OK 那在香港01后面 就是于品海 这些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和白手套 不是同路人 很简单 做白手套 是进了一个组织 帮他们做事 做deal 给你着素 你就要帮他们做事 而且 你非常近傍共产党 贯彻执行党的每个智力 我自己来到香港之前 都知道 这个香港01相当厉害 一个商业大厦 三几层楼 晚上灯光火灼 养了几百人 到今天 都是养了大概500个员工 相当厉害 当然了 以前肥佬黎 苹果日报都养了很多人 永远很多 不要说好笑 但肥佬有钱 肥佬真的有钱 肥佬真的有钱 那于品海 是否自己deep pocket 不是 他的钱从哪里来 从而和太子党 过虫杀物有关 这个和肥佬是有分别的 OK 这个就是本质的分别 好了 于品海 本身是 看得到 他有500名员工 员工 养了 我以前认识的记者 哎 没办法了 哎 你又摘了一个 于是乎 过档 香港01做都有 其实那些很多都是黄丝 或者没有说黄丝 都是一些 爱好民主自由的人 但是卵食 而香港01 第一 给到工资相对高 第二件事 就是说 他们员工数量多 他可以做到的 新闻的专题 和新闻的量 是相当多的 现在很多在海外的一些 传媒是牙痒痒的 只有一个两个三个人 怎么做 大佬 是不是 你出的每天的 新闻量一定是 选过度过 才做一两个专题 已经很厉害了 最后天天做得好 很难 资源有限 所以现在很难做 你问一下现在 海外的媒体 无论光传媒 追新闻 绿豆 他们都是艰苦经营的 是不是 没有人会觉得很有余裔 对于红材伟略 又发展要扩张什么业务 没有这些东西 是不是 每个人都是拿出他的良心去做事 你想想 香港01不是 香港01就是说 于品海的世界 那些记者跟我说 在香港01服务的时候 香港新闻于品海 基本上不看 或者间接去事后监督 但是对中国新闻 台湾新闻 每篇都要摆在桌面上面 每篇他都看过 即是香港01直接负责 亲自指挥 亲自监督的 就是 中国新闻 香港01的中国新闻 全面都是他 Squartened High School的 这个就是事前的监督 完全不同的 他是帮党做事 喂 就算你明报信报 都不会这样的 拿督呢 去找人做这件事 但拿督本身他不会逐篇 中国新闻翻译成马拉文 我要看过之后 才给你出 不会嘛 于品海会这样做 肥佬以前都不会这样管苹果日报 是不是 这个叫做编采自主 有限度的编采自主 是一个 平面媒体一定会有 但不会全面的编采自主 除非你做一个 完全好像BBC 这样的公营广播机构 那你做新闻报纸 你没有可能要求 去做公营广播这样的格局 你不可以用香港电台 或者BBC 以前的香港电台 或者以前的BBC 不是现在 BBC变了左交 和共产党滲透很多 以前的BBC 和以前的香港电台的标准 要求评估日报 但评估日报一定程度的 偏采自主一定有 那香港01 在中国新闻方面 是没有偏采自主的 是于品海一锤停阴 OK 那另外于品海 我稍后会讲到 他有这个多维新闻 多维新闻更加是 和习近平那些人过重新闻 那这个只是 他有一个流程 香港01有一个 几张桌子 专门是给多维新闻的 其实是同一个老板 只不过是合处 合体同一间公司去办公 相当 相当 就是特别的安排 所以你说香港媒体出了红线之外 我觉得香港01 和声道日报 头条 这些叫灰线 另外有一些 就是被统战 或者被笼络的人 譬如说明报信报 这些 那苹果日报 就结奥不纯 用共产党的想法来说 民主自由 要香港高度自治 基本法 要和外国联合 那现在被告到 趴在那 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那 漫山不许一鸡斌 结果就是说 剩下的那些 就是香港人 有这些 所以你说报道 赛天捧案 他很多心机在里面 报道一下 香港那些 日夜都纷纷 很多心机在里面 就是他有的记者 人力物力 并非其他的 媒体可以比美 这个你要明白 有人 请到人 就要给到钱 你要给到钱 就要有收入 有收入 你也有金主 也有广告 也有所谓的 Patreon YouTube 大家能够赞助 否则你怎样维持 这个是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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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没有money 你怎样要那些记者 整个报馆 或者整个媒体 最重要的 不是租的地方 是那些记者 那现在香港人 有500个员工 那是不是人尽其用呢 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肯定 这么大的机构 一定有永元的 但是我觉得 永元的比例 一定没有以前的苹果多 说多就无谓 大家明白了 好了 由于于品海会破产的传闻 近大半年不时传出 近月已经不断有员工 或者部组主管去离职 其中港民组流失比较多 那今次的于品海被申请破产 会否影响香港01的运作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据了解 破产消息在星期二下午传出之后 即今天下午传出之后 公司内部人心惶惶 据知 原本放大架的首席媒体战略官冯德鸿 亦都在消息传出之后 坐镇跟进 香港01在傍晚网协发布报导 就说 这个网站的记者在公司管理层了解得知 于品海作为香港01的创办人 但未有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案件只是施购 于品海先生的个人财务安排 香港01不受影响 公司将会继续如常运作 于品海亦都会在征诚法律意见之后 再作进一步行动 但相关报道未有解释于品海会有什么行动 更未有披露他持股多少 我所知就是说他没有持股 他是南海控股的主席 那他持股如果只是很少量的 他个人即使他的持股 我现在不是全面知 即使他的持股 不要交叉持股 是很少量的 那就不算数了 如果你说他是持有一个控制性股份 那是什么不同 那自由亚洲电台向两名消息人士查讯 公司暂时会营养下去 但会按原顶日子在这个星期发生 以后发生就是给出粮 至于财务状况 香港01近一两年已经能够自负盈亏 不用没有公司再打水 消息人士说 香港01并非由于品海直接持有 而透过一间公司持有 例如执行任何抵债行动 会先以于品海个人资产先执行 例如房产等等 据我所知就是于品海的破产 不影响香港01的营运 法律上和实际上都不会 但我要说的就是 当现在于品海有这样的情况 我等一下讲一下于品海 现在他的整个计划是什么 接着讲一下 如果共产党真的要对付香港01 就抽广告 你香港01之所以能够自负盈亏 我相信不是patreon 不是youtube 是什么 广告 你没有广告 别人抽广告 你就玩完 广告哪里来 中资共产党有关的人 所以你的自负盈亏 都是现在依靠共产党给你的 是吧 我很少引述香港01的东西 因为我不想给他赚 OK 这其一 另外 于品海为何要搞破产呢 你觉得于品海是自己 败了自己的钱去吗 我自己讲一些比较复杂的 希望大家不会觉得太闷了 按照原告除了建银国际之外 答便人是BBI公司 Piper Limited 大地控股和于品海 三间 两间公司 一个于品海 Piper Limited 在2017年3月24日发行债券 而2021年3月24日 向建银国际海外支付3.84亿港元 但对方没有支付 Piper Limited在2021年至2024年期间 共支付大概3,700万港元 违约利息和部分本金 建银国际海外追到4.16亿的港元欠款 于品海未有还款 而建银国际日本高院做破产程程 于品海早早未到停 大家知道不得要令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会看到什么呢 于品海其实是想去拖一拖 等一等 但我想拖拖等一等 法官都等不及 你想等 法官都紧不及 其实 晋河工退后仇 为什么呢 于品海是想 帮人家洗白白 那么起碼香港和中国之间 做一条Dotter Line 换言之 香港都可以把这些钱 自由汇出海外 OK 今日他在香港申请破产 是否涉及到我整天在节目上 整天的 即是几次 在节目上讲内保外态的概念 什么叫内保外态呢 就是说 我们看到有一些人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走资 那什么人呢 许家印 恒大 大家听过我节目都知道 恒大如何用内保外态的方式来走资 什么叫内保外态呢 就是比如说 先由 先将你在中国里面的房地产 抵押给一家中国银行 即是本地的银行 那这个本地银行呢 就写一个信用担保 比如在美国的花旗银行 或者这个 whatever 即是一个 富通银行 或者英国的HSBC 或者Standard Chartered 给一个外资银行 这个外资因为受到的担保 于是乎 一个信用担保 于是乎可以给钱 给于品海 那于品海了 拿了一笔钱 在外面还不了 于是乎就是default default一追溯 我就申请破产 不还 那不还的时候呢 问题就是说 这个破产之后呢 究竟这个外国的银行 它是辅主 它可不可以 去执行在国内的资产 即是说 用这个 跟中国银行 给一个信用担保 而使得呢 中国银行 拿到那个 所谓的抵押 可以把它拍卖 变演呢 sorry 不行 因为为什么呢 破产今日的超多的话呢 外国银行 和中国银行这个信用担保的关系 只是一种债权 普通债权 连抵押权都没有 在台湾或者日本的别除权 即是说你一个优先上债权也没有 你首先破产清常些 所谓的破产费用 法律的费用 接着下来 你一定要抵押的资产要先给予先 员工要先给予先 社保 税金要先给予先 抵押的都先给予先 接着才落到普通债权 你的债权4亿 那你想一下 那些钱怎么办呢 没有 所以当债仔于品海申请破产 其实最着数可能是他的 因为债仔是最开心的 债主 就是债权人 借钱给人家 你债仔不还我 那你觉得债仔开心点 还是债主开心点 当然债仔开心点 对不对 你问张秀言就知道了 所以说 今时今日于品海是开心的 对不对 问题就是说 他如果 他这些这样的五鬼运材 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我当那个不是外国人 香港银行行不行呢 就是当深圳何为界 现在在国安以外的领域 尤其是民商市领域 都有些所谓的界 因为香港是自由兑换货币 低税率 这一点在中国做不到 起码今时今日都没有 这一点就是现在仅有的分别 跟人权自由民主没关系 跟法治都没关系 以一种五鬼运材的方式 一种财技的分野 就以深圳何为界 好 当今天不是美国银行 这间银行是建银国际海外 就算是中资到海外的银行 是不是于品海 透过这种内保外贷的方式 来基本上撇清所有的债务呢 而最后这些副主 告到他破产 谁得利 除了于品海 是不是还不到钱呢 但是 他已经有了的钱 脱到出来的钱 已经是否帮在中共里面 那些红二代 富二代 洗白白了呢 这个就是内保外贷的机制 这件事是不止一个许家印这样做的 那许家印其实都已经一模一样 一样的方式来申请这个所谓的破产 说他呢 恒大有2.43万亿 就是2.43兆的美元的负债 那又呢 虚增收集呢 无论营收和利润 加上6千多亿 那现在呢 就还不起钱了 那怎么算呢 那怎么说都好 这些这样 你就算罚多少钱 说现在呢 中国责令恒大改正 警告他 他要罚41万7千5百万的罚款 罚款又怎样呢 罚款在中国企业破产法里面的清常信罪呢 还要后过普通债权的 所以罚款 照计呢 照案法律来说呢 是还不到的 你罚的天文数字都没用 是没有那么多千万给你的 总之笔钱 已经透过他 和他的妻子 就是许家印的妻子 丁玉梅呢 五鬼混在外面 丁玉梅 做一个技术性的离婚 搞到他可以把钱搬走 技术性的 由丁玉梅 告那个二仔 许藤鶴 追讨10亿港币 基本上用这个方式 追钱捉走 喂 这些这样的东西呢 如果要说下去不得了 逐个逐个细节 和你拆下去不得了 而今天于宾海 其实做的事 是否和许家印做的事 是很类似呢 这是我的问题 其实于宾海 他是一个很开心破产的债仔 OK 那你说零不零一 不需要向YES 但是 因为这样 共产党觉得 你这傢伙 叛乱 搞那么多事 要对付你 搞塌零一 行不行呢 行 但他会不会因为 因为许厌于宾海 共产党就要去搞塌零一 当然我想没有直接关系 如果零一 正是党的喉舌 甚至更加听党说跟党走 不要再由于宾海看稿了 我直接传一个党委来看稿 大公文会变成你的股东来看稿 就可以了 你五百多人照留在这里 帮党做事 行不行 所以说这种不同的可能性 都会存在 似乎 共产党的心意是怎样 大公文会是红色的 共产党是不是要一个灰线媒体呢 除了这个星道之外 都以为有一个 这个香港零一 就正如以前 有这个青年乐园的学友社一样 你要有曾育成加入的春年学园 和这个叶国华加入的学友社 两个双辉影做灰线组织 香港都要灰线 这个就是共产党的妙计 他要由管治白区到红区的主面里面 渐渐将这些东西变红 这个过程 香港零一 会不会最后 在这个过程 足够很快地沉沦呢 我估计未必那么快 即可能还有几年货仔玩一下 这个我估计的情况 但问题就是说 前途暗淡 我不会认为这件事 只是说于品海破产 会使得香港零一 首终政策 不会 但是于品海破产 会不会使得共产党重新 编制过在香港各大媒体的板块和实力 会 那希望大家要明白 这一点是会 这样的做法 那我们未来要好好地看看 究竟有什么新的变化 不过讲开这个事实 大家知道于品海是一个狗奴才 即不是奴才 是狗奴才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他被人翻旧帐 特别他近年经常在香港零一的社论 零一观点亲自赞民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亲自赞民 分享看法的 最近一篇就是六日之前 六日之前 立法会通过二十三条之后写一篇 二十三条立法终于完成了 那他这篇文章说 今次二十三条立法的快 其实是建议于过去二十多年的慢 二十多年的慢 又提到他2015年筹办香港零一 不少新招聘的员工 对二十三条立法非常反感 当员工意识到尽快完成二十三条立法 是香港零一的报道立场 即时反映是质疑这个立场必然赶客 但他说 今天我们是香港最多读者的新闻媒体 于本海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杀了其他 所有自由的媒体都已经这么声 没有立场新闻 没有众新闻 也都没有这个 苹果日报 那大家就找你来看 那你去看什么 大公文汇 明报已经没有别人看了 那我就说 香港零一 因为你多新闻 网络新闻做得很多 但不是代表别人多人看 正认同你的 你脱衣呢 露空露下看 都很多人看的 但等于看完之后笑你 人家不会觉得 哇 正啊 有教育意义 不会觉得这样啊 大佬 等于香港零一样 你现在今时今日 你不是脱衫脱腹 你只不过 很多不同的影像 不同的图卡 不同的文字 他寫得别人来看 别人来看 别人来看你 因为没有东西看 怎么看呢 所以有时候看下你的新闻 看他的新闻是没有罪的 是吧 但不是说看你 代表认同你 代表认同23条 OK 逻辑上不要搞那么多 你是多读者 多读者 代表你的立场是得到人认同 完全一回事 毛语录够多读者 我都看毛语录 是否等于我认同毛语录 希特拉我的奋斗 有很多读者 是否等于读者都认同希特拉 那你香港零一有很多读者 我没有否认 但是否代表 这样是认同23条立法呢 于品海 说话要有逻辑些好吗 不要只有香港逻辑 中国逻辑 于品海又说 之后几年 香港零一内部持续出现分裂 蓝黄对峙 而他轻幸今次23条立法 无论社会政策 或香港零一内部 已经看不见多少撕裂 当然 你再说就逮捕你 当然没有撕裂 你在北韩都看不到撕裂 相关报道点击率不高 同事们判断 香港社会认同23条立法 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 你不就是说 大家认同金主席金与正 认同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 和习猪头 亦有人趁今次于品海破产 和从第30年前震惊传媒界的于品海事件 话说于品海出身香港平民家庭 18岁到加拿大求学 短短15年之间累积大量财富 90年代回流香港 开始他的报业大亨大计 92年就和传媒大亨梅度 竞购明报 年近33岁就由查量用金融手中接管这个明报 这个不是我认为不是金融查量用一己的意思 是查量用 这个和共产党偶断思念的人 喜欢做伟小宝的人 和于品海和共产党达成的共识 就是说灰线平稳过渡到明报 成为明报的第二代老板 现在就不是梅度 就是于品海 之后当选香港报业公会主席 创办《现代日报》 收购《亚洲周刊》 现在《亚洲周刊》已经不堪入目了 曾经有段时间也有些东西可以看看 当然它是灰线的周刊 一直都是 创立《全信电视》 这个当然是灰线的电视台 记得《全信电视台》最出名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它在94年创立 我没有记错 97年邓小平死讯 当然有很多好的记者在里面做 首先挖杂料 在那个地方报 还要被中央电视台 报道邓小平死讯 做一个钟 能够在香港的《全信电视》 向全世界广播到 邓小平已死果然是真 现在确认是柏金信症 而不是这个肺炎 那么更加看到 《独家》《快》《新》《有意思》《大新闻》 这个当时是《全信电视》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碑 一度形容是东方梅度收贴 其实它就是共产党这个地方的一个喉舌 它是金瑶瑜的角色 如果你明白共产党的地下党 你就知道是这样的情况 但到了1994年10月 《经济日报》揭发 于敏海在加拿大有七项案底 偷窃、无签支票、非法使用他人信用卡等等 于敏海因此持续明报的集团主席、报业公会主席 《全信电视》几年后 因为大量的亏损去卖盘 经历过一次的大挫败 因为于敏海的传媒大肯蒙 亦仍未死心 2000年旗下的大地集团 开始投资电影、数码影院 所以 塞了左边 可以回到右边 没有了这些明报、传信电视 你变成了电影大肯、数码影院 其实这些大地集团这样做 意思是什么呢 共产党要继续给这个人 继续做白手套灰线 灰线一来就是隐藏他共产党的一个人 然后呢 不将他共产党员身份表明 但施了算是共产党的人 无论他是团也好、党也好 一样 他负责执行党的指令 亲自指挥、亲自监督、亲自部署 亲自去做任何的审查工作 就是刚刚讲的 香港01的新闻版 就是中国版 两岸新闻 一定经过我看过 你不要乱爆 港民可以放手 但放手一点 不是放手 放手一点 但是呢 中国新闻一定要自己 一把抓一下 全部一定自己看完 但是看到 这个人 还可以另一条线 开支电影线 换言之他可以八足这么多抓的时候 共产党是充分利用这些人格废物 2013年 南海控股开始进军 中国的房地产业 进入房地产 炒楼 整个许家印那一款 于品海09年收购多维新闻网 多维新闻网这个收购 当时很多人认为是习近平的喉舌 我刚刚讲过多维新闻网 就是租了几张桌 就是在这个01里面 一个独立的地方办公 事实上呢 是两个销牌 但是一个老板 2015年呢 就是香港创办 香港01就把 这个多维新闻网 搬入去香港01 那个公司的地址 2016年呢 那么如果这样说法 按照这个分租的情况 是不是 你告到黎智英坐五年监 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去告于品海呢 是不是多维是一个 二房东 这个是什么呢 应该是二房东 就是香港01 然后分租给多维呢 有没有人查这个分租的合法呢 This is the question 1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你自己想想想 16年曾经试图收购有线电视 重建他的传媒王国 当然啦 是未成功啦 这些这样的故事呢 其实你看下去 是非常多的 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 简短讲他的新闻 你可以参考维基百科呢 有完整他的新闻 他山东人啊 怎么样 就是一个香港仔 一个香港人出生 他不是大陆人来的 是直观山东人 OK 他是在香港出生 也是呢 在香港平民家庭长大 六七年转读持有学后 小四年级 就读 即日位于北角的 伊斯兰英文中学 在日本曾经半工读 76年去到美国加州 聖地亚哥的分校呢 就是UC San Diego 的电视新闻系录取 计划入读 但最终因为无法负责学费 转到加拿大的薩克奇曼 大学呢 攻读政治经济学 那学生时代 开始接触媒体 在加拿大的大学电台中文节目 中国同学之音 开始去到19岁 独自创办 加拿大中部三省 唯一一份的中文手抄报纸 那跟着之后 你加拿大媒港 在信报 财经日报 那站到头角 那刚刚讲的 跟这个媒独竞争 去竞投这个明报 准备查梁荣金融 我肯定在共产党的熟悉之下 点了这个于敏海 逐步培养 那你看一下他 很多的生意在中国做 记住中国做生意 不是靠你的聪明才智 商业手腕 那么简单 大家看看 就是沈栋那本红色轮盘 我都讲过 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 他做电影 很多电影 比如电影《往事》 《张顺瑜》 《南京大屠杀》 《孔子》 《周年法》 《岁月神扑》 都出名了 这些全部都是他旗下 大地集团的产品 2008年 入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 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 他说 研读资本论 可以更透切精辟的了解 资本主义和为物论 也有助成为一个这么好的企业家 当然 去北大读书没问题 正如我一样 但是你读这些 说这些东西的话 证明你是一个左派 而且 帮党 做事 做事 说话 绝对是罪不可恕 今天看到 现在他已被申请破产 就是今天的事 就很清楚了 那他偷野的事 就很清楚了 也都看得到 他在IT行业里 巴足这么多架去扩展 就是一个 柔滑的生意脑 而且 他基本上是帮党做事 你说他跟党没有组织联络的关系 我就不相信 他不是马来西亚的拿督 那么简单 不是明报的拿督 那个地位 那么简单 他根本上就是帮党做事 他的地位就跟何柱国类似 而且比何柱国更深 所以香港01就是 永远都是小马大帮忙 毫不独立的媒体 是党的喉舌 就是当年的 你问邓玉成 就知道了 青年乐园的人 就搞这些东西 全部是这些东西 共产党这些组织的东西 完全是狗改不了吃屎 全部都是地下党的怨主 全部都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说了 对于这个机构 对于这个人 他应该是最有应得的 但我就说了 他破产 是否等于他不开心 不是他很开心 所以大家记住 全球要追踪 这个于品海 和红二代 官二代 这些太子党之间 过重实物关系 这件事不会止于香港 他的很多的资产 可能全世界都有 各校如果是英国 在美国 在加拿大的 甚至香港的 都要看一看 台湾的 大家都要睁大眼 澳洲的 大家都要睁大眼看清楚 他有没有一些 这样的间接投资 在不同的地方 如果有 全面起底 全面清剿 不能放过 这个情报 OK 这个间谍 奸细 必定要遭天险 他破产 当然是OK 但是他破产 他开心的 我们更加需要知道 那些钱走到哪个地方 OK 共产党都想知道 不要说全世界政府 所以不是说 这件事就是 一物是一物 共产党现在的情况 就是看到于品海被破 被破产 之后会如何处理它 不知道 香港01 我觉得还有一段时间去玩下去 但是 共产党要全盘 检讨 我想他要全盘检讨 他的红灰线要如何去执位 很多地下党员 包括香港01 这个机构 重新的定位是如何 现在都是未定之天 所以说 复巢之下 无言论 臆踏之则 豈容他人寒睡 在叛军余叛会的情况之下 千万不要跟共产党stand together 守则 否则一定会水洗都不清 好 我们下一节再讲其他议题